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动摁不到真相 只得容易被冲到最深 努力不一定摁到爱情 但是一定不会令自己后悔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恋爱管家 Challman 多少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 面对喜欢的女生 只能默默对自己说 我怕 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困难 开玩笑的哈哈 我配不上她 你们先别反驳 你们需要随便说的 我不喜欢她 但是一遇到喜欢的女生 从你见到人男的那一刻起 你就在话想和女生在一起的各种场面 说的是不是你 别不承认啊 女生总跟你说 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啊 Challman我就很心疼你们了 男人也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啊 只是你们不说出来而已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 不是嘴 在强的人也有权利去医培 你一说出来吧 别人又说你 哎呀 这一个男的怎么那么几乎 那么做作 其实Challman跟你们说吧 其实男生们 你们这些行为 正在阻碍 正向你投来的爱情 过度关注女生的一举一动 跟女生开场呢 你直接来一句 在干嘛 得到女生的回复几率啊 极低 为什么说这句话 不容易得到女生的回复呢 真相就是 你在过多的 干涉他的私人生活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 你再多的关心 也会让对方引起方杆 而且呢 也会体现出你特别的在意他 很想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这样的男生得失心是很重的 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把你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一个女生的身上 你害怕失去的啊 一个人患得患时最容易失去理智 等最后你发现 他真的不喜欢你 你内心会非常的痛苦 极端点的兄弟呢 就不会相信爱情了 我太难过了 我好想哭着一人 但是我哭不出来 其实你没必要因为一次的感情受挫 就对爱情产生了恐惧感 你不敢去追你喜欢的女生 是因为你缺乏了和女生相处的经验 你找不到话题去跟他聊 因为你本来就不自信了 所以以后你会在爱情的路上屡屡受挫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很喜欢的人 你很想把他追到手 那没关系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但你还吸引我 为父秋秋 说过一份追女生的终极攻略 找准话题去跟他聊 不用再担心 他不理你了 稳妥地把他追到手 二 对女生产生过多的猜疑 现在有爱恋对象 却一直不敢行动的你们 绝大多数的你们都是在猜 女生喜不喜欢你 同时你也会在猜 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然后你就会有意 无意的变成 他喜欢的那个另一半的模型 送你们一首歌 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还没有发生的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明天是什么要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该来的怎么会来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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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卖就跟你们套个底话吧 绝大多数的女生 虽然心中都有一个 理想型的另一半的样子 但是最后她的最终选择 和她心中的理想型相差甚远 女生她拿回来一开始的标准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说她想要挑到一个全部满足她标准的就很难 所以说最终还是得要靠缘分 只要有一个符合标准就差不多了 你对她的猜测越多呢 就会越影响你追到她的自信心 最后呢你就会越不可能给追到她 男生们 你们应该正视一下自己 其实你并不差 你只是不是她的差而已 就像臭豆腐一样 闻着臭 吃起来可香了 有人爱吃 有人不爱 萝卜青菜 各有耍爱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评论区有向人的情感 我们下期见 还不赶紧帮助我 带你去找你朋友啊